伦敦大学显然 极不愿意声张 但却又 不得不做一个声明 舍去的新闻稿专区不用 却选在极其冷僻 需要再经过特定路径 连结辛苦 折腾一番之后 才可以找到的 media statements 对不对 是不是 懂了吧 今天就是他的指引 我们好奇之下去找 果然是找得非常辛苦 而且夏学里真的 他还必须强调 我跟夏教授也很熟 他一定要再强调说 他是制造出来的 一个新的media statements 因为那里头竟然出现了 两个media statements 是不是 这真的太可疑 太可疑 他要给钱的 或者给压力 人情压力的人交代 不是钱没有给够吗 要交代 就是我有跟你给 他有可能在家 可是我要被人家知道 是我写的很丢脸 所以我要常在一个 大家看不到 但是我要告诉当事人说 有有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 你们去看 看完以后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把它当楼下来 如果是证据非常非常充分 为什么大家不直接放在官网第一页呢 给大家看啊 所以要当楼下来 过一阵子这个会不见啊 过一阵子 你在进入伦敦大学 可能就找不到 伦敦铁条就垮下来了 垮下来 对不对 现在英国最重要是 女王做70年 结果我们在台湾在讨论这个新闻 那对蔡英文来讲 他可以交代了 夜夜方高 很多事情都会发生 好 所以对了 看到现在你就懂了嘛 确实从后到尾就是古怪 两个字可以形容 没有这么怪的事情 就不合常理嘛 是不是 台湾的做法也不合常理 英国的做法也不合常理 所以相信你能信吗 要我 我是很难相信的 而且到现在他的同学 还是没有人出来 还是找不到同学 老师又过世了 然后政大那个 还要封城30年嘛 对不对 好像这件事情 也不是太久的事情 那些旧的我们都不讲了 光是这个伦敦大学 最新的声明 我都给你看 光是一个声明 这么扭扭捏捏 这么隐晦 这么古怪 这就是不合常理 堂堂伦敦大学 多好的学校 是不是 我先补一下说 我们刚刚虽然这样讨论 是觉得有点奇怪 不过我还是觉得说 要小心 因为他这个怎么放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习惯 或者他们的规则 或者他们过去惯例 我们不见得那么熟悉 这样是不是一定有问题 是值得怀疑 但是不要太快下结论 我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 伦敦大学已经正式 发表这个声明 虽然没有日期没有署名 但他还是代表他们官方 还是应该回到内容本身 到底有没有说服力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被他说服 第一个已经有人指出说 到底是两个教授 还是三个口识委员 根本就是若有落差 另外他的声明里面讲说 至于为什么这个图书馆里面找不到 他们也还不清楚 但是说这个无妨碍于 蔡英文的这个博士学位是真的 然后他付了一个电子 所谓的新的电子档的副本 我还是认为说 这个电子档的副本 应该有人就点进去 跟他前面提供那几个版本 到底是不是有说服力 另外一个是说 我为什么刚刚批评 像蔡思平 庄炳杰 或者是其他这样子 就是说今天出来很轻易 因为伦敦大学这个声明 哇 这些人就出来呼应 我要问说你们有没有认真搞清楚 别人的质疑是不是有道理 你不可以伦敦大学说了算 为什么伦敦大学不能说了算 因为伦敦大学的公信力 已经被质疑 但一个公信力已经被质疑的人 他就重复讲同样的话 那凭什么说人家不信 就是人家之谋论 人家不讲道理 所以我认为先批评台湾 你们这些轻信的人 大家出来对峙 那因为彭文正 他们天天盯人 还没有机会能够开这个记者会 我认为应该听他们的讲法 当另外一照的声音 没有出来的时候 国家积极又掌握了这么一个 有利于蔡英文 然后这一批什么蔡思文 平这些人 就出来在那边敲边鼓 就在那边擦脂膜粉 我对这个很有意见 我也不愿意轻信 但是今天伦敦大学这个声明 是不是就是一锤定音 我当然认为不是 因为他们拱信力 本身就很有问题 他们也没有针对 台湾的这么多专家提出的质疑 一一回复 他说搞不清楚 不重要 他这个态度 本身没有办法说服我